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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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後都是在商界做工的 但我還是喜歡小朋友的工作 所以之後再去讀教育 其實我覺得 小朋友最主要跟他們多溝通 聊天 你融入他們的世界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大孩子 有時會問他 平時播甚麼電視劇 甚麼卡通 因為有些小朋友比較內向 有時他忘記戴水瓶 他不敢說 所以我們通常會 看小朋友 他的嘴唇會不會很乾 問他有沒有喝水 變成老師主動一點 原來沒有戴水 也八達通沒有錢 於是我通常 我的手抽袋都會 遇到一些散銀 隨時買水給他們喝 每天回來唱歌 因為他們幼稚園很流行唱油 紅綠燈一直唱 我也是改一些歌詞 變成他們可以一路做 一路跟著做 一路可以跟著進度 慢慢每個人都可以 所以他的治理能力有進步 的挑戰就是 現在是越來越多做 是真的 但是呢 我就要繼續在 這麼繁重的工作裏面 還要分一些時間 去為小朋友 去 去 做一些頒本活動 或者是一些 英語活動 其實我覺得 學習語言 最重要是嘗試 為什麼我會用一個 幽默的方法 首先吸引去嘗試 然後我通常都是 鼓勵小朋友 從自己比較 不要跟別人比較 然後他有進步 我就會給他獎勵 因為一班裏面 有不同的小朋友 有一個程度不同的 我通常上課 根據每個小朋友的程度 問一些不同程度的問題 變成每個小朋友都可以 參與到課堂 課堂參與多了 然後又有 不斷有獎勵 通常小朋友都會 很肯去繼續學習